面临经营危机的还有这个电脑大厂宏基 宏基昨天晚上公布了第三季 大亏了131亿元 董事长王振堂也宣布请辞 但是股价今天呢是应声跌停 目前还有超过5万张的伪卖单求售 反倒是卷入大统岸的位权 今天股价呢是开低走高 不过福茂有股价 今天仍然在跌停边缘挣扎 事实上欠意 虽然风暴让市场人心惶惶 但没想到宏基第三季每股税后 大亏4.82元 让董事长王振堂请辞下台 在科技业丢下一颗震撼弹 6号股价应声跌停 而福茂有宣布退出小包装油品市场后 6号股价依旧中错 不过魏权董事长魏英聪出面道歉后 6号股价开低走高 另外宏达电股价也再度上扬 和仁宝同为盘面强势指标 分析师表示目前外资看法略为偏空 若能转卖为卖将有助大盘重振雄风 投资人可以多加观察外资动向 有点TV罗正辉新北市报道